字 字 文像中它在 科本 貼本裡面寫得非常的輕盈 那你就讓它輕盈吧 因為寫晶體的變化 事實上是比較少 所以它很容易很多字長的一樣 所以寫晶體 原格來講 還算是好寫 因為它在某種程度的變化性 沒有那麼大 它總是希望 好讀好看 變化太多 就未必好讀啊 別 寫 細到粗 這可以寫重一點 不用像 字體的時候刻得好輕 只有這個長粉才要輕 D 好 這裡面的脈絡轉折 要交代清楚 刻意流向它行走過的 鋒芒畢露的樣子 刻意的喔 刻意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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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刻意的啦 起 電話 拉長 中間的脈絡 運行的脈絡 一定要寫清楚 總之啊 真的是 在鍛鍊自己的心性 什麼叫心性呢 慢慢來的個性 不用急 有些事真的急不來的 急不來的話 就慢慢來 就比較快 去 去 去 深 去 深 好 這裡寫得比較輕 輕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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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邊要靠近一點 那上面的口 會比較扁 比較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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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的口會比較高 比較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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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它要塞兩個嘛 就 這樣來算 那這裡還留一個縫 給這個 橫 折 三 三段的橫 劑都一定要壓暗 一定要有 飽滿的效果 唯一可以拉長 就這一個 零 又來了 又來了 零 零 發揮你高度的耐性 還有毅力 把點話寫得清楚 把口寫得結實 把間距抓得 分配得剛剛好 一棟筆劃那麼多 都會稍微有點碰到 有點碰到 至少會結實 不要怕筆劃 碰到別的筆劃 碰到一點點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要黏死 異 魚啊 在當偏旁的時候 都會減身筆劃 下面就沒有勾了 而且不生長 不生長 因為下面還有很多筆劃 就是有時候 當偏旁的時候 本字就會被改變 它不改變 那個字就沒辦法寫 一 那你也知道 一遇到這個 它的主場合 你可以生得很長 不會有人怪你的 因為它本來就生得很長 一 頸 頸 扁扁的 最好稍微寫一點重量 然後再配合這個長橫 這樣就有粗細了 右邊最好也給它一個重量 因為 林慧晶很喜歡在右邊那個折角 折下來又寫得很重 那這邊這個點的話 那種 硬帶頑轉 要寫出來的那種 筆封 扭轉的效果 Ti Ti Ti上面這個筆畫 也會不會太長了 上面這裡很長 沒關係 它很長你就要很長 権 看來是想寫重的效果 重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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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密的 扶 看起來是想寫輕一點的效果 bien 輕 纳 青 青 虽然青 但是这个 该有的粗细还是有 撇短纳长 纳一向都蛮饱满的 不要把它写的干瘪 鱼 鱼这个难写 所以我都习惯先把车写完 这有点像定位点 车在中间 请它两个向中间看起 书画 这个缝隙都不要留太大 稍微碰出一点没有关系 不能上面被写的太宽了 上面那种旧字 一般人在写的时候都怕碰到就写太宽 收窄了以后再利用 这个长 拉开 这个点画这次从这边带过来 弹回来 点下来带下去 撇撇撇撇撇得非常平 第1个是短横 第2个刺长横 然后点画向中间集中 最后这个超长 的长横 树锅可以重一点 它习惯 树锅写的重 然后这些 笔画扭转 压按 都要写清楚 龙 龙就可以写的轻盈 那笔画多 所以稍微靠近一点 左边伸长 右边缩短 稍微直一点的撇 然后点 条 书画还是可以重一点 不然整个字会觉得太轻了 间隔距离 1 1 2 3 加 上面要写 扁一点 扁一点 可以加出写 撇这道是可以长一点 然后旁边的口可以扁 然后稍微重一点 没关系 然后这间隔 就要很稳定 很稳定 这边是短的 然后利用这个笔画 做一个拉开 加出 勾上去的效果 然后点呢 习惯它前面两个不连 后面两个就连住 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